话说凤姐儿子贾脸送黛玉往扬州去后 心中实在无趣 没到晚间 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 就胡乱睡了 这日夜间 正和平儿登下雍卢眷秀 早命农熏秀被 二人睡下 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 不知不觉已交三谷 平儿已睡熟了 凤姐方觉心眼威猛 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 含笑说道 沈子好睡 我今日回去 你也不送我一程 因娘儿们素日相好 我舍不得沈子 故来别你一别 还有一件心愿未了 非告诉沈子 别人未必中用 凤姐听了 恍惚问道 有何心愿 你只管托我就是了 秦氏道 沈慎 你是个枝粉队里的英雄 连那些树带顶关的男子 也不能过你 你如何连两句俗语 也不晓得 常言越满则亏 谁满则亦 隐号 又到时登高必跌重 隐号 如今我们家 赫赫扬扬 已将摆在 一日唐获乐极悲声 若印了那句 树倒狐孙散的俗语 岂不须称了 一世的诗书就足了 凤姐听了此话 心胸大快 十分敬畏 盲问道 这话律的极是 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余 秦氏冷笑道 沈字 好吃也 体极太来 荣辱自古周而复始 岂人力能可保偿的 但如今能于荣石筹划下将来衰实的事业 亦可谓长保永全了 即如今日诸事都妥 只有两件未妥 若把此事如此一行 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凤姐便问何事 秦氏道 穆金祖银虽四十祭祀 只是无一定的钱粮 第二 家属虽利 无一定的供给 依我想来 如今圣石故不缺祭祀供给 但将来败落之时 此二相有何出处 莫若依我定见 趁今日富贵 将祖银附近多至田庄房设地母 以被祭祀供 给支费皆出自此处 将家属亦设于此 合同族中长幼 大家定了择立 日后暗房掌管这一年的地母 钱粮 祭祀 供给之事 如此周流 又无争竞 亦不有点卖诸币 便是有了罪 凡物可入关 这祭祀产业连关也不入的 便败落下来 子孙回家读书勿农 也有个退步 祭祀又可永继 若木金以为荣华不绝 不思后日 终非常测 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 真是烈火烹油 鲜花灼锦之盛 要知道 也不过是瞬间的繁华 一时的欢乐 万不可望了纳盛 言必散的俗语 此时若不早为后虑 林妻只恐后悔无益了 凤姐盲问 有何喜事 秦氏道 天机不可泄露 只是我与沈子好了一场 临别赠你两句话 需要记着 一念道 三春过后诸方进 各自须寻各自门 凤姐还欲问时 只听二门上传 是云板连寇四下 将凤姐惊醒 人回 东府荣大奶奶没了 凤姐闻听 下了一身冷汗 出了一回神 只得茫茫的穿衣 往王夫人出来 彼时何家皆知 无不呐喊 都有些疑心 纳长一辈的想他速日孝顺 平一辈的想他速日和睦亲密 下一辈的想他速日此爱 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速日连平息见 此老爱又知恩 莫不悲豪痛哭者 闲言少叙 却说宝玉因近日临待遇回去 胜得自己姑息 也不和人玩耍 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 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 连忙翻身爬起来 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 哇的一声 直奔出一口血来 习人等慌慌忙忙上来受留福 问是怎么样 又要回贾母来请大夫 宝玉笑道 不用忙 不相干 这是急火攻心 血不归精 说着便爬起来 要衣服换了 来见贾母 及时要过去 习人见他如此 心中虽放不下 又不敢拦 只是由他罢了 贾母见他要去 因说 才一气的人 那里不干净 二则夜里风大 等明早再去不迟 宝玉那里肯依 贾母命人被车 多派跟随人意 拥护前来 一直到了宁国府前 只见府门洞开 两边灯笼罩如白昼 乱轰轰人来人往 里面哭声摇山震月 宝玉下了车 茫茫奔至亭临之势 痛哭一番 然后见过尤氏 谁知尤氏正犯了 未疼就急 睡在床上 然后又出来见贾珍 彼时贾代儒 贾修 贾赤 贾孝 贾敦 贾赦 贾从 贾王扁 贾横 贾光 贾称 贾穷 贾灵 贾强 贾昌 贾灵 贾云 贾勤 贾针 贾平 贾枣 贾横 贾分 贾方 贾兰 贾君 贾之等都来了 贾贞窟的泪人一般 正和贾代儒等说道 何家大小 远近亲友 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 如今伸腿去了 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 说着又哭起来 众人盲劝 人已辞世 哭也无意 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 贾真拍手道 如何料理 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正说着 只见秦夜 秦中病游士的几个眷属游士姊妹也都来了 贾真便命贾穷 贾琛 贾灵 贾强四个人去陪客 一面吩咐去请青天兼阴阳思来责日 则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 三日后开丧颂赴闻 这四十九日 单请一百丹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颤 超度前王后化诸魂 以免亡者之罪 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 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 打四十九日解冤洗夜教 然后停灵于会方园中 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 五十众高道 对谈案七做好事 那贾静文的长孙洗死了 因自为早晚就要飞升 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 将前功尽弃呢 因此并不在意 只凭贾珍料理 贾珍见父亲不管 一发自意奢华 看板时 几幅山木板皆不中用 可巧靴盘来调问 因见贾珍寻好板 便说道 我们墓殿里有一幅板 叫做什么墙墓 出在黄海铁网山上 做了棺材 万年不坏 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 原戏一中亲王老千岁要的 因他坏了事 就不曾拿去 现在还封在殿内 也没有人 出价敢买 你若要 就抬来使罢 贾珍听说 喜之不尽 急命人抬来 大家看时 只见邦底皆厚八寸 文若冰狼 未若弹射 以手扣之 钉如金玉 大家都其意称赞 贾珍笑问 价值几何 薛盘笑道 拿一千两银子来 只怕也没处买去 什么价不价 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 贾珍听说 盲泻不尽 急命解聚狐妻 贾正音劝道 此悟恐非常人可想者 炼以上等山目也就是了 此时贾珍恨不能带秦氏之死 这话如何肯听 音呼又听的秦 是之丫鬟名唤锐珠者 见秦氏死了 他也处逐而亡 此事可喊 何族人也都秤叹 贾珍遂以孙女之礼脸病 一并停临于会方圆中之灯仙阁 小丫鬟名宝珠者 因见秦氏身无所出 乃甘心愿为义女 是任摔丧驾灵之刃 贾珍喜之不尽 及时传下 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 那宝珠安慰嫁女之丧 在灵前哀哀欲绝 于是 何族人丁并家下诸人 都各尊旧之行事 自不得紊乱 贾珍音响着贾荣 不过是个鸿门间 临翻经榜上写实不好看 便是执事也不多 因此心下 甚不自在 可巧这日正是首期第四日 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待权 先被了纪礼遣人来 伺候做了大教 打散明罗 亲来上纪 贾珍忙接着 让之斗风宣献茶 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 因而趁便就说 要与贾荣捐个虔诚的话 贾荣会议 因笑道 想示威丧礼上风光些 贾珍忙笑道 老内相所见不差 贾荣道 世道凑巧 正有个美缺 如今三百元龙禁位短了两元 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 献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 送到我家里 你知道 咱们都是老相遇 不拘怎么样 看着他爷爷的份上 胡乱应了 还剩了一个缺 谁知永心节度使逢胖子来求 要与他孩子捐 我就没功夫应他 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 快写个履历来 贾荣听说 盲吩咐 快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 小思不敢怠慢 去了一刻 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 贾珍看了 盲颂与戴权 看时 上面写道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 监生贾荣 年二十岁 增祖 元任经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 祖 以某科进士贾境 父 世袭三品诀 威劣将军贾珍 贾荣看了 回首遍地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 说道 回来送与户部唐官老赵 说我拜上他 起一张五品龙敬畏的票 再给个执照 就把这履历填上 明儿我来对银子送去 小厮答应了 贾荣也就告辞了 贾荣十分款留不住 只得送出府门 临上轿 贾荣因问 银子还是我道不对 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 贾荣道 若道不理 你又吃亏了 不如凭准一千二百两银子 送到我家就完了 贾荣感谢不尽 只说 戴府满后 亲戴小犬道府叩谢 于是作别 接着 便又听贺道之声 原来是中进侯石鼎的夫人来了 王夫人 行夫人 凤姐等刚迎入上房 又见锦香侯 川宁侯 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林前 少时 三人下轿 贾正等忙 街上大厅 如此亲朋你来我去 也不能胜数 只这四十九日 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 花促促官去官来 贾真命贾荣次日换了吉府 领平回来 林前公用执事等物 巨岸五品直立 林牌书上揭写天朝告受贾门秦是工人之灵位 双引号 会方圆临街大门洞开 悬在两边起了古乐厅 两班轻衣按时奏乐 一对对直视摆的刀斩斧旗 更有两面朱红霄金大字排队竖在门外 上面大书 防护内庭子进到御前侍卫龙敬位 对面高启者宣坛 僧道对坛榜文 榜上大书 世袭民国公种孙父 防护内庭御前侍卫龙敬位 甲门秦是工人之丧 四大不周至中之地 奉天承运太平之国 总理须无寄进教门僧路司正堂万须 总理原始三一教门道路司正堂夜生等 敬谨修斋 朝天寇佛 以及公请诸 嘉兰 接地 公草等神 圣恩普希 神威远镇 四十九日消灾喜夜平安水路道长等雨 亦不消凡计 只是贾真 虽然此时心意满足 但里面犹事又犯了旧疾 不能料理事物 唯恐各告命来往 亏了礼数 怕人笑话 因此心中不自在 当下正忧虑时 因宝玉在侧问道 事事都算安贴了 大哥哥还愁什么 贾真见问 便将里面无人的话说了出来 宝玉听说笑道 这有何难 我见一个人与你全理这一个月的事 管闭妥当 贾真盲问 是谁 宝玉 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 不便明言 走至贾真耳边说了两句 贾真听了喜不自禁 连忙起身笑道 果然安贴 如今就去 说着拉了宝玉 死了众人 便往上房里来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 亲友来得少 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 行夫人 王夫人 凤姐并和族中的内眷陪坐 闻人报 大爷进来了 虎得众婆娘呼的一声 往后藏枝不叠 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 贾真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 二则过于悲痛了 因主各拐夺了进来 行夫人等一说道 你身上不好 又连日事多 该些些才是 又进来做什么 贾真一面扶拐 闸政着要蹲身跪下 请安道法 行夫人等忙叫宝玉掺住 命人挪椅子来与她坐 贾真断不肯坐 依勉强陪笑道 之而近来有一件事 要求二位沈子并大妹妹 行夫人等忙问 什么事 贾真忙笑道 沈子自然知道 如今孙子媳妇没了 之而媳妇偏幼病倒 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 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 在这里料理料理 我就放心了 行夫人笑道 原来为这个 你大妹妹献 在你二婶子家 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 王夫人忙道 她一个小孩子家 何曾经过这样事 躺货料理不清 反叫人笑话 倒是在烦别人好 贾真笑道 沈子的意思 侄儿猜着了 是怕大妹妹劳苦了 若说料理不开 我包管必料理的开 便是错一点 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 从小儿大妹妹玩笑着 就有杀法决断 如今出了阁 又在那府里办事 越发历练老成了 我想了这几日 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 沈子不看侄儿 侄儿媳妇的份上 只看死了的份上 爸 说着滚下泪来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 凤姐儿未经过丧事 怕她料理不清 惹人耻笑 今见贾真苦苦地说道 这不田地 心中已活了几分 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 那凤姐素日最喜懒事办 好卖弄才干 虽然当家妥当 也因为办过婚丧大事 恐人还不服 巴不得遇见这事 今见贾真如此一来 她心中早已欢喜 先见王夫人不允 后见贾真说的情真 王夫人有活动之意 便向王夫人道 大哥哥说得这么恳切 太太就医了罢 王夫人悄悄地道 你可能 么 凤姐道 有什么不能的 外面的大事已经 大哥哥料理清了 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 便是我有不知道的 问问太太就是了 王夫人见说的有理 便不作声 贾真见凤姐允了 又陪笑道 也管不得许多了 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 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 等事完了 我再到那府里去谢 说着就坐一下去 凤姐而还礼不迭 贾真便盲向秀中 娶了宁国府对牌出来 宁宝玉送与凤姐 又说 妹妹爱怎样就怎样 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 也不必问 我 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 只要好看为上 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 不要存心怕人抱怨 只这两件外 我再没不放心的了 凤姐不敢就接牌 只看着王夫人 王夫人道 你哥哥既这么说 你就照看照看罢了 只是别自作主意 有了事 打发人问你哥哥 嫂子要紧 宝玉早向贾真手里接过对牌来 强帝与凤姐了 又问 妹妹住在这里 还是天天来呢 若是天天来 越发辛苦了 不如我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 妹妹住过这几日到安稳 凤姐笑道 不用 那边也离不得我 倒是天天来得好 贾真听说 只得罢了 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 方才出去 一时女眷散后 王夫人应问凤姐 你今儿怎么样 凤姐儿道 太太执管请回去 我需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 才回去的呢 王夫人听说 便先同行夫人等回去 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爆煞内作了 音响 头一件事人口混杂 遗失东西 第二件 事无专职 灵漆推尾 第三件 需用过费 烂之茂领 第四件 任无大 小 苦乐不均 第五件 家人豪纵 游连者不服前述 无连者不能上进 此五件 时事宁国府中风俗 不知凤姐如何处置 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 金子万千谁治国 群差一二可齐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